这里是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改建工程二期国际交流中心 荣获国家的绿色建筑二星级设计标识 下面有请工作人员介绍一下环保原理 我们这个项目名称是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改建工程二期国际交流中心 我们这个项目整个是有一个是少先队的展示厅是靠这边在一楼 还有一个多媒体室 还有一个小区场 小区场在上面的二楼 这个区域的二楼 国际交流中心 这边是办公楼和一层二层的餐厅 这个广场叫我们战士座位是作为红领军广场吧 我们项目开始进入到大门吧 往那边 我们这个项目是二零应该是二零年的六月份 评出了绿色建筑二星 然后当时是根据国家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通过了绿色建筑专家的评审 然后现在是获得了二星级的设计标识认证证书 然后我们这个项目二一年的九月份是被 杭州市建委发改委和财政列入到杭州市绿色建材试点 杭州市的绿色建材试点 因为杭州市的绿色建材试点是被财政部和住建部列入为 国家的绿色建材城市试点 所以说我们这个项目是被列入到六个在建项目之一 那我们项目开始到项目里面再去具体介绍一下 我们的项目绿色建材采用的一些比方说是钢筋 玉瓣混凝土 玉瓣砂浆 包括石材 包括一些金属隔断 人造板 包括一些水性的建筑涂料 还包括我们的一些室内的LED产品 还有这些都是属于按照杭州市有一个绿色建材的一个标准进行的 另外一块我们这个项目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采用了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这个是在屋面的大概200平方的样子 那我们进行项目的结构进行介绍一下 这是一楼的餐厅 一楼的餐厅吧 这个再往这边往这边走吧 靠我的右手是今后的杭州市少先队总部 有一个展示厅大概有个一千多方 那我们现在开始到楼上 这是整个大厅 那我们到楼上吧 这个项目我们的装修材料也是采用的绿色建材标准 下我们的二楼靠我的右手是培训教室 靠我的左手是办公楼 我的下目的呃我的左手左手边这是我们的刚才说的红林军剧场大概是到二层到三层大概是可以容纳七百方左右的一个呃红林军剧场 这是我们的刚才从地下过来的呃呃呃地呃呃地面一楼过来的一个大厅 我们等于会把一个大厅的一个效果图会发给你们看一下啊 有个大厅我们专门请杭州市雕塑院进行设计了 这边比较暗一点 从这边走 呃呃看我的正面是二楼的食堂呃我们的一楼呃食堂是为呃学员和学员的家长这些提供服务 二楼餐厅主要是为员工职工呃进行服务的餐厅 我们项目的三楼 项目的三楼靠这里主要是行政办公 看我的右手边还是刚才所说的我们的红林军小剧场 然后我们再到四楼上去 这是我们的小剧场 现场稍微看一下吧 这是关中市一块的区域 小心点啊 那我再介绍一下我们的小剧场 我们的项目在 请问该项目大概有几层并且什么时候能够完工 啊我们这个项目总共是地上四层地下两层 总共建筑面积是两万七千零八十六方 我们项目计划是九月一号基本能够完成完成施工 而另外我们项目的屋顶是采用了一个太阳能光伏 好的就这些东西 绿色建筑能减少二氧化站排放又能降低能耗 所以我们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致力于打造绿色建筑标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